一切摄罗万象的万物都是道所化一出来的 那么为什么 说这一个楞严经上说 这一切都是人的妄想来的 一些赛格大帝 约星辰都是空中有花 空中本没有花 人们一味眼又一摸 才看到有花 一切都是人的同分妄想 现在不跟那些扯在一起 现在不是谈那些 而是回归到道来看 还有要说的是 大自然有大自然的完整的呈现 有的人他就这么 一切微心造 我们的心能够创造一切 我们心能够怎么样 就变成微心论 认为他的心能够怎么样 能够创造什么 如果没有正确理解的话 一个人很容易变成很狂傲 所以网络上一样有人在宣称 他已经开悟了 他是解脱者 他是开悟者 他能够创造一切 还认为这个地球是他创造的 这个银河系是他创造的 真的 网络上都有这样在宣称 人会变成很狂傲 来 我们要了解 大自然有大自然完整的呈现 道 他是不管你有没有出生 道 他都是法尔如斯在运作 无形的宇宙的本体 有形的现象界的一切 一样 道都是大自然 宇宙都是法尔如斯在运作 问题是 如果一个喝醉酒的人 他来看这个世界 跟一个没有喝酒的人 看的会不会一样 不一样 一个吸毒的人 他看到的世界 跟一个正常的人 看到的世界 不一样 所以讲说一切为寻造 那个意思就是说 大自然他本来 好 我们再比如说 这边也有日出 也有夕阳 好 我们一百多个人 我们去看信仰 大自然的信仰 他是法尔如斯在演化 但是这一百个人来看信仰 感想感受会不会一样 不一样 那每个人你所看到的信仰的场景 这个就是随着每个人的心境 不一样 而差异 这个叫做一切为寻造 你把这个信仰看得多丑善感 看到悲哀 生命快消失 那也是你在取缺 你把西洋看得 这个根本没什么 这只是一些什么现象 什么现象 这只是一个 什么一些物质的情况 一些变化 没什么 好 你这样 也是因为自己的认知 自己的心境 而一个会吟诗作对的人 诗人 他一来看到这个 他就会 夕阳无限好 只是近黄昏 他会很多的多丑善感 好了 回去 他又变成消极悲观 这也是他个人的事情 你能够把西洋看到 很奥妙 很美 充满的能量 充满的喜悦 好 这个也是你的心境 看到的 什么叫做一切唯心造 讲的是这个 不是说我们这颗心很厉害 我们能够创造什么 创造什么 创造什么 你无中生有 你能够创造什么 你所能够创造的 一定都是要用大自然的材料 来玩游戏 至于这个创造 你到底要把同样的场景 你要创造成为天堂 还是创造成为地狱 还是创造成为冷冰冰无情的世界 那这个就看 每个人的心 这叫做一切唯心造 这样知道吗 知道了师父 感恩师父开始 大自然给我们相同的材料 给我们相同的元素 就比如说 我现在用大家比较容易理解的 比如说 我是个美术老师 现在发给大家 同样的白纸 同样的颜色材料 给大家的都是 基本上都相同 那我跟大家讲 现在不设限任何题目 你们去发挥 你们好好去发挥 画你想要画的 那每个人画出来会不会一样 绝对都不一样 有的人 他会画出 很丑陋的情况 甚至画出很恐怖的情况 有的人会画出 很美的 有的人会画出 很有诗情画意的 至于你在你的画布上 你要呈现出什么样的场景出来 是谁在决定 是自己 是你的心 这样了解吗 所以你要 你这个画布 这个就是你的人生 你要怎么样去画 我们这个人生 是每个人自己在决定 这样了解吗 好好去体会 所以如果你没有学到高等的智慧 你就会把你的人生 画得一塌糊涂 如果你有学到高等的智慧 你的人生 充满了创造力 充满了艺术 神韵 生命力 而最深的艺术 是大自然的艺术 最高的智慧 是大自然的智慧 如果你越会看 你会读懂 大自然的这一部无智天书 你就能够学到最高的智慧 你也学会 大自然的无限创造力 好好体会 这些在大自然里面都在呈现 也在我们的基因里面 潜伏在深层的潜意识里面 能不能开发出来 道德经就是帮助我们 开发出生命的潜能 感谢观看